良好的颅厕环境 可以带来舒适、安心、有尊严的生活 然而因为空间限制或维护成分等因素 公共厕所时常出现卫生不佳 多人性别者走到不自在的状况 环境部制定推动性别友善厕所倍增行动方案 将于114年至118年同入新台币2亿8千万元 以具体行动力求不遗落任何一个人的颅厕体验 依据行政医院性别处 调查多人性别的同胞总共1万3千人以上 他们的感觉在公厕或者是更衣间 有17%感受到歧视的感觉 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 有照顾者跟被照顾者是不同性别的 那这样子在使用上 男性推着女性进入女性厕所去使用 或者是相反过来 都会觉得有点不太自在 行动方案经过专家咨询 确认性别友善厕所应符合安全性 隐私保护及跨性别等核心标准 也纳入优先补助项目 标章认证机制与绩效考核 持续考察与改善落实情形 依据环境部近两年的公共厕所满意度调查 约4成受访者知道性别友善厕所 约7成受访者则愿意使用 浅见台湾民众对于提升风后空间的 性别友善性主顾形成共识 当然全部都是男生的厕所的话 它里面的小便斗 它只有一般的那个护栏而已嘛 但是像性别友善厕所 它的男生的小便斗 它是每一间都有隔间 那每一间都有隔间的话 上起来就会比较安心一点 除了在公司会有这样 就是有这样设施之外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出去 会有这样这么方便的设施可以使用 环境部的行动强化基本人权保障 不仅要让公厕更加干净卫生 更融入人性化及通用化概念 兼顾方便美观又实用的空间 让每个人如厕时都能感到舒适 安心受尊重 如厕无忧 尊严享受 记者王一静台北报导